動力 歡迎收看 Ison Show 體操 今天要來跟大家講解的是 倒立 大家都知道 倒立是我們體操裡面 最基本的一個動作 那你現在可以看到的 所有體操動作大部分的 翻滾 或者是一些手翻 都是有經過倒立的動作 因為它是所有體操動作裡面 最需要的基本功 那倒立你可以看到很簡單的 它就是 頭在下面 腳在上面 用你的雙手 支撐你全身的重量 我們稱作為 手倒立 學手倒立有什麼好處呢? 它除了可以增強你雙手的 肌耐力及肌力之外 它還有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 工作學習 或者是運動娛樂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間 都是 垂直站立的 你不可能沒事 就把你的頭朝下面 然後用雙手去支撐吧 人體的骨骼 內臟及血液循環系統 在地心引力的作用下 就會產生一個下墜的負重作用 所以你就會容易胃下垂啊 或者是你的骨關節的一些疾病的產生 但因為人在倒立的時候 原本的地心引力不變 但人的各關節 及你器官所承受的負重 產生了改變 所以你原本 心腸使用的肌肉 有可能是非常緊繃的程度 那因為改變了一個姿勢 變成了一個放鬆的作用 那它讓某些肌肉的部位 產生了放鬆 就幫助到你原本不舒服的位置 得到了一個舒緩的作用 所以手導力對於一些 腰痛或者是肺痛 還是你做骨神經痛 都有一定的治療效果 還有練習手導力 還可以幫助到減肥的作用 譬如說消除腰部的墜落 也很有效果 當然這邊只是要告訴你 練習手導力 可能會有這些的好處 所以你可以不妨去嘗試 但不一定對於每個人都有效果 而且要加上你訓練的方式 以及訓練的技術 做的對不對 當然還是會希望去找專業的 做一個詢問 那我們現在就來講 今天最主要的內容 手導力這個動作 我可能不是最厲害的 這邊就用經驗分享的方式 來提供我覺得 做這個動作是蠻有用的訓練方式 你可以嘗試看看 每個人對自己的身體感覺 比較不一樣 所以我不能說這個動作對你 一定是非常有幫助的 但你可以嘗試看看 搞不好對你也有一點效果 在一開始練手導力的時候 因為你的雙手 平常不會用雙手去走路吧 所以你的手腕 一開始做手導力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定會非常的痠痛 你就會像剛出生的小baby 正在學走路的狀態一樣 那這一點其實你只要做習慣了 做習慣這個支撐感 這個疼痛會慢慢的改善 循序漸進慢慢增強 手腕的肌肉慢慢增強 你再支撐的不適感 就會慢慢消除 手導力的第一點 會先分為正面及背面 這邊用我的認知方法 來告訴大家 正面就是你面向牆壁做的時候 叫正面 那你轉過來就是背面 一開始的初學者會不建議用正面去做 因為正面去做 你不太知道那個技巧的話 會很容易去用摔的 最安全的方式就是先轉到背面 一開始你就先雙手撐地 腳慢慢的往上踩 當你雙手撐好腳踩好之後 就先不動了 因為這邊一開始 你要先去適應一下 這個倒沖災的感覺 因為你的血液會往下流 所以此時你的頭會感覺到非常的脹 所以你要先去習慣一下 這個腦沖血的感覺 這個時候其實你還不算倒立 因為你的雙手還沒有往牆壁裡面走 所以這時候支撐 從側面看的話 你的角度只有45度 我們真正倒立的時候 要維持一直線 所以當你的雙手慢慢撐進去 腳慢慢往上踩的時候 靠近牆壁到最頂點 側面看你的倒立就會是一直線 但這邊一定要有一個認知 因為雙手每個人的肌肉能力不同 一開始你在做的時候 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慢慢的走進去 到你不行的位置就停下來 因為當你肌肉能力不足 肌力不夠 就很容易在走進去的過程中 就摔下來 那就會容易受傷 所以這邊如果你在訓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可以建議先停15到20秒 習慣這個感覺 當你的頭部都適應了 手腕也都適應了 你再慢慢的走進去 到最靠近牆壁的位置 所有的重量壓下來 這個就是 你開始準備要練習倒立的樣子 第二個要練習的地方 就是你的手指 倒立大部分在控制的感覺 都是你的牆壁 以及你的手腕跟手指 那這邊因為一開始 你還是靠牆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先訓練你的手指 去抓地板 去練習一個用手指抓 它會控制你的手腕 以及手臂 這邊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這三個部位在用力 這邊的訓練 你就可以去做用力的掐手指 那上去也是停個15到20秒 盡量這15到20秒都是持續的掐著 因為在短時間的掐著 你可以去練習那個出力的感覺 然後再慢慢的去放鬆到結束 第三個要注意的重點是 我們的肚子 你會發現背面這個動作 當你的手在走的時候 很容易你的腰就會垮掉 那你就會呈現一個香蕉腰 會折這樣子在做 因為有時候手可能沒有力氣 所以折腰 他用腰的力氣去cover它 但是往往這樣子做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讓你的腰受傷 所以一開始在走的時候 我們就不建議說 你一開始就去走太高 因為太高你都用腰在幫忙的話 第一個腰容易受傷 你的手又沒有力的話 手也容易受傷 這邊你就可以去注意 一開始你的腳 不用去踩太高 但是把你的屁股往後翹出來 讓它變這個動作 腳踩著牆壁 手撐著地板 肚子往內收 腰往後推出來 所以就是不要讓它變成折腰的狀態 讓它拱出來 先訓練這個腰部的感覺 怎麼用力 有了這個感覺 那我們腳再慢慢往牆壁裡面走 那你如果發現 你往牆壁裡面一走的時候 你的腰就垮掉了 那你就不要走那麼高 先走低的開始 維持這個腰的感覺 去往裡面走 往裡面走 由於我們是要訓練的是 控制的手導力 所以你的手部 去走的時候 並不需要練太多 所以一開始你在做的時候 盡量雙手 都是呈現不動的狀態 有支撐就好 除非你要往牆壁裡面走 那你就可以手去移動 但到點 到位置之後 就不要再動了 所以把你的屁股翹高 讓你的腰不要垮下來 這個動作 你也可以做 停住的 15到20秒 做個三次 接下來第四點 就是我們的單腳控制 當你前面已經循序漸進的 進入到第四點這個動作的時候 記得把你前面三點所做的東西 都融會到第四點裡面去一起做 也就是你從第一點開始做 做到第二點的時候 你要把第一點拿進來 做到第三點的時候 要把第二點拿進來 把第四點全部都拿進來 所以剛剛前面有提到的 手指 肚子 角度 全部都做到了 那我們再來開始做第四點 好那第四點就是 維持你前面三點的 同樣位置 腳踩好牆壁之後 讓你的單腳離開牆壁 這時候你可以把秒數降低 一隻腳停10秒 然後再換腳 為什麼兩隻腳都要做呢 因為到時候你是兩隻腳都在外面 做一個控制的動作 所以你要先去適應一下 讓你的兩隻腳都出來外面牆壁 沒有貼著牆壁的狀態下 還能維持前面三點的動作去做 所以才會要你做兩隻腳的狀態 所以你可以做的主數 就是一隻腳做15到20秒 或者是兩隻腳加起來20秒 是一次性的做完 一次就是做兩隻腳 這樣子為一組 就做三組 其實手導力的訓練方式很多 今天就是先講最初級的方式 是完全零經驗的人 來訓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來提供給你一點訓練方式 練手導力的時候 其實不能太著急 建議這個課表 一週之內至少要做三次 它會有更好的效果 那如果是每天都訓練這個課表的話 這個課表大概做兩三週 就會有明顯的效果出來 今天就會先講最初級的部分 如果你在這當中訓練上發生什麼疑問 或者是有問題想要解決的話 也可以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今天的手導力初階篇就在這裡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我是艾神 我們下次見 掰掰